离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吃香吗 最近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 说离婚带娃的女人男人都在抢 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 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 会被男人去哄抢的 只有被嫌弃被拒绝 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 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是被嫌弃被拒绝的 我们也帮不了她 在相亲市场上 如果你是一个离异女人 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 你也基本上不会被那些未婚男士选择到 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 特别特别好的男人选择 哪怕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也有大把的未婚的 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 愿意选择她愿意嫁给她 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孩子 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 年纪不小的女人 怎么可能被男人去哄抢啊 谁来抢你 那些三里的穷光棍们吗 她们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 还别说给你养孩子了 有的离婚的女人 在找伴侣的时候 那提出的条件 比她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 提出的条件还要高 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 不管你长得多漂亮 男人只要听到离婚 要是还带个娃呀 基本上连面都不愿意见 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 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渊种了 谁还愿意跟你去养孩子呀 而且呢 还是个男孩 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 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女人 男人她呀 也没几个愿意的 她们就是很介意男孩 她们不傻 你觉得呢 那这些女人吧 可能她好不容易 还找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 她还要脏口要彩礼 还要的不少 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 这个事吧 咱都这么大的人了 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那种毒鸡汤 说那种毒鸡汤的人 我真的是 你恐怕精神有问题 是不是 你是幻想症吧 出来说这种话 害得这些离婚的女人 自己都找不着本 她们最后根本就嫁不出去 你们说对不对 我就发现 现在有很多女生 真的是太多幻觉了 我今天真的忍不住 我得给你们泼泼冷水 以下这些观点 你看看你是不是也有 这样的一些幻觉 幻觉一 男生比女生多了三千多万 你要是离开我 那一定有大把的男人追我的 我拜托你 如果你是在农村 那我真的恭喜你了 肯定一定有大把的光棍 在强烈要你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城市 这个事就完全反过来了 那是一堆的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 知道吗 幻觉二 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 没有女人 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可是据我观察 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生 急破了头 都要嫁出去 如果年龄大了一点还没个男人 那都被家里边吹吹吹吹吹 这个到底是谁 离不开谁呢 幻觉三 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 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 我真的是 我都想笑 你是认为那些有钱人就很容易找吗 那人家有钱的人是没心没肺的吗 人家就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 人家是有钱 又不是有病 幻觉四 只要发生了关系 他就会对我负责任 会低头来哄我的 他要是不哄我 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渣男 小妹 你真的太天真了 如果发生了关系 男人他的目的都达到了 他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的不大 真的会来哄你的 那是真爱 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 没有一点关系的 幻觉五 我跟你离了婚 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 我的天哪 你还真的是中毒太深了 这些毒鸡汤 你就看看 有多少的未婚女人都找不到对象 就你一个离婚的女人 你还想找个更好的 那你的竞争力是什么 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 难道是图你结过婚 生过孩子 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猪黄了呀 你别跟我说啊 你很优秀 那男人他找的是年轻貌美 温柔贤惠 你的优秀啊 他可能还真看不上 明白吗 有个90年的女神 今年呢33了对吧 长得呢还不错 他老家是农村的 来北京挺久了 他特别的不服气啊 那找我说 最近这一年呢 他相亲相了不下50个男生了 他看上的呢 人家就看不上他啊 看上他的呢 他又看不上人家 他说呢 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呀 我就问他 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条件呀 他说那些是经济条件是要好一些啊 综合条件稍微不错的 有房子有车啊 工作稳定 收入呢也都在50万以上的 那些没有开的呢 经济条件就差一些 一个月呢才挣一两万 这点钱真的能干什么呀 在北京可能什么时候都买不起房 那要是我跟他结了婚 过几年 我是不是还得跟他回家去生活呀 那我可能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直接就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 和我的社交圈子 我真的啊 不想勉强的自己去找一个男人 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 再说了 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 现在我降到这么低了 我还真是接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呢 咱也是90年的啊 还算年轻吧 那我就接过他的话了 我说姑娘啊 那你真的是太自信了啊 你是90年的 但是你怎么不算一算 00后多大了 他们已经23岁了呀 对吗 这个才叫年轻 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啊 他们可跟你们不一样啊 人家呢早早的就开始做打算了 而且他们的要求啊 真没有你们90后的女生高 你想一想啊 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 那你就得想好了 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呢 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 知道吗 那我们知道的哈 女人只要过了30岁啊 你这个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 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啊 人家确实要考虑传宠接代的事儿 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 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 你说你不想将就 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 为什么要放弃零零后 来那么年轻的姑娘啊 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 还有啊 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 那是因为你那时候啊 很年轻嘛 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 这个事儿啊 真的啊 谁说都不管用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 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 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 一定要去接受一个 哎 条件特别差的男生 这个全网的姑娘都在说这事儿嘛 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条件差的男生啊 那真的天生就有敌意的 如果这两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 不早就脱单了嘛 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他们的相亲成功率非常不高 见了很多女孩 最后呢 谈不久 也谈不成 哎 那天呢 有一个87年的男生问我啊 为什么他相亲这几年以来 自己的条件呢 是能打个70分综上水平吧 自己呢 是比较看脸的 喜欢漂亮女孩 但凡是 自己看着喜欢的 颜值还不错的女孩 一般人家就看不上自己 那些看上了自己的女生呢 自己又不太喜欢 而且现在找对象 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朋友介绍的呢 除了条件不行之外 人品颜值都可以 父母亲戚介绍的呢 人品经济条件都不错 但是总觉得颜值上呢 又差一点意思 那自己通过各种渠道 去认识的人呢 可能条件方面呢 就很满意 但是相处之后 你会发现 他可能就是个 人品不行的人 我们说啊 找对象啊 首先你就得定位精准 这样才能匹配到 自己能够接受的 也能接受自己的人 这个才会提高效率 这个叫定位精准 而不是一个劲的 要找自己喜欢的条件 那个不叫精准 那只是你想找的人而已 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他的优势和劣势啊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他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在外企工作 一本211学历啊 税前收入50万 升高178 在北京暂时没有房子 有个代步车 普通家庭的背景 目前家里呢 和他一起努力 可以在北京付个首付 长相呢不好看啊 所以呢 首先他说自己能打70分啊 这个就不太现实 他的优势是啊 收入呢还不错啊 这个收入呢 在打工一组里边 也算还可以的 算一个优势啊 他这个外形身高呢 还可以啊 算是合格的 学历呢也还OK 但是在一线城市啊 211学历就算过得去吧 主要是满地都是研究生啊 所以你们看看啊 他的长板啊 没有特别特别长的啊 就都挺勉强的对吧 那他的劣势就挺多了 比如说长得不好看 家境比较一般 学历也很一般 收入其实呢也是一般的 在一线城市呢是这样的哈 所以呢 他这样的条件 要找一个漂亮的女生 恐怕就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在找对象之前 第一步没走对啊 怎么找得到呢 所以呢 择偶定位是相亲的第一步 这一步啊 要走得稳准横 所以在左下角的课程里边呢 我很清楚的给大家啊 讲到了如何去给自己做精准定位 不用花更多的钱 就能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定位 才能找到合适的人 不想浪费时间 在不对的人身上的男生啊 马上去下单吧